北京时间1月4日训 在刚刚结束的英超联赛当中 曼联0比1输给了狼队 迎来了开门黑 对于这样的赛果 曼联的球员们显然无法接受 C罗赛后一脚将比赛用球踢上天空 然后懊恼地离开了现场 本轮意外地丢掉三分 对于曼联来说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目前曼联在联赛积分榜上再度掉到了第七位 要知道排在他们前面的热刺 比他们少赛一轮还多两个积分 在接下来的争刺大战当中 曼联能够握有的主动权越来越少 谁也没有想到赛季初看起来兵强马撞的曼联 在赛季开始之后就展现出了如此颓势 索尔斯克亚似乎并没有做好迎接一套豪华阵容的准备 因此尽管曼联中前场堆积了大量有进攻天赋的球员 但还是施展不开 最后索尔斯克亚狼狈下课 卡里克短暂直较两场之后 球队主帅便换为了朗尼克 而朗尼克上任之后 也并没有所谓的蜜月期 当时索尔斯克亚刚上任时 球队还保持了十几场的连胜 但朗尼克仅仅直较了一两场之后 球队便再次回到了索尔斯克亚直较后期的惨样 最近几轮接连爆冷丢分让曼联苦不堪言 尤其是这场0比1输给狼队 更是给予了曼联新年来的当头一棒 按照这个势头下去 曼联本赛季别说欧冠资格了 就是欧联杯估计都没得踢 对于一家英伦排名前二的豪门来说 打出这样的成绩实在是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赛后英国媒体天空体育评论员汤马斯发文表示 朗尼克在战术安排上完全忽略了球员现有的能力 他这种赌博式的战术思路体系 容易让曼联走上极端 事实证明 汤马斯说的也有道理 索尔斯克亚时期 他的满人风格以及战术安排很明显是注重边路进攻为主 希望在扩大空间的同时 利用边路主导的进攻将对方解决 所以曼联如今拥有大量的能够在边路施展拳脚的球员 但朗尼克所主打的422阵型 根本就不重视在边路的进攻 因此边路向桑桥 格林伍德拉什福德等球星就有些无处用力的感觉 踢得也非常糟糕 甚至有时候只能以踢补的形式轮换上场 这种风格的迥异 使得朗尼克的战术哲学施展不开 曼联球员踢得很挣扎 毕竟朗尼克并不是很注重边路进攻 所以曼联的大量边路进攻球员处于荒废状态 当新主帅的战术风格和现有球员不搭配时 那么迎接曼联的将是一场又一场的失利 朗尼克的问题已经全部暴露在了英超其他球队面前 在接下来曼联如果不做出改变 那么丢分更多也只是时间问题 很难想象曼联这种球队如果没有欧冠踢的话 那将是怎样一种令人尴尬的局面 尤其是队内拥有C罗这种球星 球队居然连欧冠资格都没有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更恐怖的是 赛季如今堪堪过半 曼联已经中途进行了一次换帅 到赛季末是不会再换帅了 一个战术思路和曼联并不搭调的主帅朗尼克 他将会把曼联带成怎样的结局呢 对此你们怎么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